第三百三十六集 东黄中 这件以前是听闻的先天至宝为名 今世结丹后数十年出生入死收集材料 融合了张凡对炼器之道的全部理解为一炉 方才炼制出来的本命法宝 正要出路锋芒 第一次展露出惊天动地的威能 国婆的同中离手飞起 迎风而涨 厚重陈宁之气显露 悬浮在海面上 目之所及无量海水 尽数为其一致 海面之上悠扬的钟声远远传播 东黄中缓缓地旋转 每一转动 钟身的明刻图案便恍若活过来一半 天生大妖纵横驰骋 自由自在天地翱翔 上天不公奋起反抗 纵无上天威 只身抗制 一身污体响彻三阶 登高一呼万腰云集 反攻上天 天上公雀三界之主 群先低头万腰叩手 四顾之下无感正视者 待天行法 善则普照万民 恩则天下 恶有十日横空 毁天灭地 有抗争 有杀法 有威严 有辉煌 大日金屋 一带腰黄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辉煌 在东黄中上 一一再现 霸道绝伦 威压天下 一言祭出 旧为天线 出漏真容 东黄中的无上威能 其中蕴含着张帆队 妖黄金屋的理解 顿时显露无遗 金屋法相 不知何时浮现 横掘天地 似其武 若环抱 供东黄中升起 璀璨的太阳金焰 遍覆上下 好像天地之间 又多出了一个 普照大地的红日 果然是 最适合我的本命法宝 烈烈狂风中 张帆凌空而立 长笑出声 全力出手 这是什么宝物 远处踏步而起 升上高空的摇姬 眼中闪过一抹亚色 却似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背后追赶他一方 连试探一下都没有 或是废话两句也没有 大喝出道 张帆 受死 画音未落 一抹洞彻天地的光辉浮现 以势不可挡的威势 冲上高空 旋即 挟着万钧之势 红然照相 越是下落 威势越猛 红然破空之声当中 整个天地 莫然暗了下来 覆地印 张帆神色一动 这种感觉 他再熟悉不过了 当年极光道人 便曾以慈宝 招呼过他一次 抬头一看 果然一个熟悉的铜印 遮天蔽日地盖下 其凌然之威势 不遜当年 其魂后中 又带着极地之光的破灭 更似当年 好个天女 一见之下 他哪里还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年极光道人 以身相训 引爆地火 破灭了姚姬 数万年的苦心经营 却是不曾想到 他的死 多少还是为别人 做了假衣裳 在地火爆发 无上天威之下 姚姬不仅顺利逃生 甚至自地火中 取走了极光道人的 本命法宝 覆地印 此宝之所以更胜当年 也正是因为 极光道人 舍却了所有 在无量地火的 恐怖威慑之下 他的精气神 一身神通羞耻 甚至对极地之光的理解 尽数融入到了 这件法宝之中 给我死 狂风呼啸 摇尽那天女一般的容颜 也仿佛为之扭曲 森然的死字 快意之鱼 却在那张动人的脸庞上 带出了几分丑陋和阵影 哈哈哈哈 张凡伯诺反笑 在覆地印前所未有的 微能之下 没有丝毫的惊惧之色 只是一手伸出 摇摇对着冬黄钟 按了下去 咚 咚 咚 静 无比的安静 呼啸的狂风止歇 怒嚎的大浪平复 所有的声响 似乎都为着终声所避让 整个天地 只有声声中鸣响彻 定 定的是地水烽火 是天地之威 没有了局数投足间引动的天威 便是那覆地印 仿佛也失去了光彩 少去了声势 没有了狂风助力 灵力求劳 好像只能凭着惊人的重量 压了下来 拓 张凡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然之意 无视当头压下的覆地印 只是冷冷地目视着 远处海拨上的摇姬 咚 又是一声钟鸣 似有一个太古巨人 持晴天之柱 轰然撞击在东黄中上 这钟鸣之声 含破灭之意 地水烽火 天煞地微 在这终声之下 尽数成了几分 如有实质的声波 化作一道道的金色波纹 上下左右 横扫天际海灭 方圆树立天地 尽是终声的世界 一击之下 被定住的所有地水烽火 天地灵气 尽数破灭成空 温乱的灵气 暴怒的海洋 呼啸的狂风 将一切渲染的 直如漠视一般 什么 在这恐怖的毁灭之音之下 只有一声惊呼 尖锐地透视而出 在这声惊呼的后面 乃是一个骤然间 花容失色的脸庞 玄机万千容颜变幻 或如空谷幽兰青雅 似牡丹少要端庄 或若梅兰竹菊自有风骨 一个个倾国倾城 宛如天上仙女 人间难得一见 嗯 她这是怎么了 张凡心中一动 接连的攻击 暂时暗纳了下来 她的目光 一直没有离开过 姚姬的身上 第一时间发现了异状 此时 姚姬身上气息变幻不定 脸上容颜更是谦幻 她甚至在其中 见得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姚飞玲 姚陈轩 近百成一轮回 百事轮回 电光火石之间 张凡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才注意到 此时的姚姬 与当年其实是不同了 出手不是曾经让她惊艳的 极乐净土玉 身边也未携带灌顶之人 只是独影一人 难道 张凡刚刚想起一个可能 苦道人忽然在她的脑海中 大笑出声乐不可知 哎呀 这妖女 眉头大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 碰到你了 十年都过去了 她竟然还没有压制好那些残魂 怎么可能呢 张凡明白苦道人的意思 从现在的情况看 天女姚姬分明 还没有处理好百事轮回的后遗症 一身神魂拼凑混杂 东皇中的钟声 正好是她此时的克星 一声钟鸣 神魂皆算 神通反噬 上空处 轰然而下的腹地印 好像什么联系的东西 被震散了一般 忽然歪歪斜斜地 轰落入了大海之中 再也没有了威胁 这才是张凡的目的所在 姚姬自然不可能将 极光道人的这件法宝炼制成自己的本命法宝 得到此物的时间又不是很长 其中的联系必然不是很紧密 受到东皇中这么一击 完全切断了她与宝物之间的联系 不曾想 效果比她想象的还要好 竟是一击就释出了妖姬的弱点 那还等什么 顷刻之间的念头闪过 不足一息的时间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在她的心中动若观火 虽然不明白 姚姬此时这般情况的原因 但是并不妨碍 趁她病 取她命 吐气开声 灵力灌入 钟声再次响动 恐怖声浪过出 大海也为之道卷波涛 轰隆隆 滔天的巨浪 惊天动地的声微 顿时将如灵波仙子一般的姚姬 淹没在其中 大海之上陡然陷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四面无量的海水 在东黄中的浴室之下 争先恐后地涌入 好像要将一整个大海的威势 将其碾压成积粉一般 举手投足 天地变色 东黄中在手 张凡的神通攀制了修道至今的最巅峰 心中的快意也不由地长笑出声 齐 张凡大秀一展 东黄中化作了一个遮天蔽日的庞大钟影 摇摇照下 将偌大的海域尽数笼罩 若是这下赵洛 天女摇姬 这个生死大敌 曾将她追得落荒而逃的曾经化神级强者 必将是瓮中之鳖 难讨公道了 不过 化神就是化神 哪怕是曾经的化神 恰在此时 大海之上的巨大漩涡 似有一股逆反之力 反向运转 整个旋即倒旋而出 无量的海水仿佛挤压式地 喷溅倒灌洒出 顷刻之间 方圆树里的海域便涌金莲 净土域 张凡神色一宁 正要继续施以神通 忽然又发现了波队 这些金莲并不如当年一般向着她涌来 反而是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好像疏忽之间便过了千年 一池莲花便附了大海 每一朵金莲之上 都带有瑶姬的气息 分散开来 化作亿万 别说是她张凡了 便是苦道人的惊人神石 也不可能在其中分辨出 瑶姬的真身来 徐渝之间远去 渺然不可再见 遍布树里海域的金莲 在一个坛纸间一一枯萎 化作浓郁的灵气 散入大海之中 走了 张凡的脸上闪过了一抹错愕 便是东黄中也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似在惊讶着什么 她就这么跑了 天女摇姬化神强者 就这么稍一受挫掉头就跑 摇了摇头张凡不由得有点无语啊 这还是那个骄傲无比 将无数俊杰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天女吗 这还是那个百事轮回化身千万 数万年来苦心孤意的摇姬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张凡沉吟了一下 忽然抬头望向了远方 在那里一席间似有龙吟之声入耳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呀 怎么又是一个老朋友啊 张凡失笑了一下 却并没有马上迎上前去 而是手上一招 无量海水裹着一雾 从海中破出 旋即一枚铜印 滴溜溜地转动着 落入她的掌中 这枚铜印 遍体极地之光 盈盈闪烁 却又不是厚重如山的一镜 吃在手上 无限的沉宁意味 极光复地印 这件远比锁天印强大 也曾经让她很是头疼的法宝 终于还是落入到她的手中 天女摇姬 跑得那叫一个快啊 让张凡连反应和追击的时间都没有 自然不可能收回此宝 若是她有这个想法 失去了突然性 也就跑不掉了 把玩着这件罕见的 极光道人一生练起之道巅峰 与其修炼数百年的理解 合一地顶级法宝 张凡的脸上 闪过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苦老 你说这姚姬 不是专门给我送法宝来的吧 这事情啊 的确是让她有些乌语 堪称毕生大敌的强大存在 今天这表现 实在是让她有点异性阑珊了 嘿嘿 小心 下次她找你是来取宝的哦 苦道人笑着调侃道 无论是她还是张凡 都不认为这事可能成真 张凡是何等人物 修道至今 只要曾经让她超越过的人 再次相见 有哪个能是她的手脚 这个姚姬 即便曾经是化身强者 也不会例外 张凡一笑 手中翻动 极光覆地印 消失在掌中 旋起哈哈大笑 踏步而出 恍若先前的姚姬一般 波涛滚滚的海水 在她的脚下 巡浮如平地 一步便是一个莲花状的漩涡 好向大海之中 朵朵花开 几步踏出 已然远离岛屿树里 在海面上站定 她才朗声说道 龙王 多年不见了 也不出来 会会老朋友啊 话音刚落 面前数千丈的大海 豁然分开 却又不是以灵力破除 而是一个庞然大物 缓缓自水中升起 在晚霞之下 碧蓝的海水中 一条遍体覆盖 紫色如玉的鳞片的蛟龙 破海而出 先是蛟龙之手 继而是身子 最后 整条海上霸主 天龙一脉 紫玉蛟龙 从海中浮现了出来 紫玉蛟魔王 龙腹海 当年一见 虽然明知龙腹海的蛟龙 真身必在附近 却是未曾见得 这一次 还是首次见得 这海中霸主的真容啊 好一条蛟龙啊 上下打亮了一番 眼前的庞然大物 张凡不由地 暗赞了一声 太古天龙的后裔 有灵者称为蛟龙 有异者称为硬龙 无角者则为蛟龙 各具神通 是大海的宠儿 天生的强者 眼前的正是蛟龙中的一种 紫玉蛟龙 先不说紫玉蛟龙所特有的 通体如紫玉镶嵌的鳞片 单单那龙族之霸气 矫健优美 威慑力极强的身躯 就远远超过先前那条 巨海蛇数百倍数千倍 那简直不是一个等级上的 事实也是如此 若是巨海蛇与龙腹海争风 怕是一个眼神 就能够让他惊骇欲绝 巨海蛇最擅长的 翻江倒海之术 在这紫玉蛟龙面前 连提鞋的也不够啊 偌大的海洋 似也为这海中的骄子 霸主张木 明明是庞大的身躯浮出 明明是无穷巨浪排开 却没有一点声响 好像父母在纵容着 自己淘气的孩子一般 张凡 好多年不见了 你竟然没死 闷声闷气的声音 震于天际 这整个大海都在微微荡漾着 似在筑齐声势 怎么说话呢这是 张凡郁闷了一下 没好气地说道 老龙 你死了我都没死呢 哈哈哈哈 龙吟声中 一声长笑破空而来 但见得紫玉蛟龙 真身扬起头颅 巨口大张 呼啸的气流中 一枚紫玉盎然的龙珠 涂了出来 灵气汇聚 紫光闪烁 一个通体紫衣 无法带紫玉的少年形象 重新出现在了张凡的面前 正是龙富海的画形之躯 一步踏出 龙富海与张凡并肩而立 笑嘻嘻地说道 哎呀 几年不见 小兄弟的神通 一发的惊人了 刚才那个钟声 怪怪 不得了啊 老龙 你呢 追着那个婆娘干什么呀 张凡傲然一笑 却也不接他这个话茬 反问道 一见得龙富海 他就知道 先前那条巨海蛇为什么慌不择路 一副忙于奔命的样子了 堂堂七街画形妖兽 堂堂七街画形妖兽 又是海中霸主蛟龙在后面 他能不跑吗 天女妖姬虽强 灭杀那巨海蛇如樊掌也 可以巨海蛇的灵智 要是两者相遇 等他明白妖姬的强大时 早就死透了 只有蛟龙之气息 能够让他隔着数百上千里地 就跑得不亦乐乎 龙富海这堂堂的七街妖兽 能追着巨海蛇跑吗 自然不可能 他的目标 只可能是妖姬 小兄弟呀 没想到你这么轻松 就能够让那个婆娘吃一个大亏 连法宝都收缴了 哎呀 了得 了得呀 老龙我 佩服 佩服 可惜你没顺便把那婆娘宰了 等等老龙又要去追她 真心累死我了 宰了她 贪何容易啊 张帆笑了笑 不曾想 这老龙真是好眼神啊 隔着这么老远 都能见得 她收取了极光覆地印 老龙 你还没说 追她作甚呢 张帆好奇地追问着 就像是个好奇宝宝 这姚姬可不是寻常修饰 虽然现在落魄了一点 但怎么也有化神的底子在呀 真要是拼起命来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听到她发问 龙富海吹胡子瞪眼睛地说道 哎呀 这个贼婆娘敢揍我儿子 我这个坐牢子的 岂能不出头 只要她还在海上 老龙我追得她上天入地 都别想有一天的安生 哼 说着 龙富海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了一遍 原来当年在天火岛上 不仅仅有张帆等人 还有这么一条老龙 在一旁窥视着 她倒也不是对天火岛众人 有什么觊觎之心 毕竟按她所说 不知道哪代的天火公主 对其长辈有点恩德 她甚至还帮他们宣传 天火紫金铜这件事呢 真正让她不远万里 跑到天火岛的 乃是受人所托 托付她的倒也是一个熟人 百里倒主